佛家说,苦乐皆为业力而起,称为业缘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缘 所以,人们常常有这样的感慨,同人不同命 我们都知道,佛教中有六道轮回的思想 佛说,一切众生皆在轮回之中,生生世世都得不到解脱 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就是我们自身的业力 正所谓善恶之暴,如影随形 你种下的善业就会给自己带来福报 种下了恶业就给自己带来恶果 因果是真实不虚的,且丝毫不差 当一个人在生活中遭遇了不顺 尤其是遇到了无法改变的遗憾 或者无法逾越的困难时 很容易对自我,甚至于整个人生产生怀疑 认为前途一片渺茫,半淡无光 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做 才能走出当下的困境 正如佛经上所说 欲知前是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后是果,今生做者是 因果是通三世的 也即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 如果你的身上出现了下面的这三大特征 也许就是前世造业太多的缘故 看看自己有没有呢 第一,疾病缠身 身体健康是一切学业 事业的根本 如果没有一个健全 健康的身体 很多时候面对一件具体的事情 我们都会无能为力 自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想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说到底无非是作息规律 心情舒畅 营养均衡 运动锻炼 无不良恶习等等 可是真正能做到以上这些的人 又有多少呢?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 有身体或者心理上的各种疾病 另外还有一些人就比较可悲了 要么就是身患重大恶疾 常年累月地与疾病抗争 要么是大病没有 小病不断 不是这里出问题 就是那里不舒服 总之 健康问题一直困扰着自己 其实 这时候往往要开始反思 是否是业障缠身的缘故了 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中 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太多太多的众生 与他们结下了怨愁 一抱还一抱 永远都纠缠不清 第二 生活一度贫困 有的人和有的家庭生活 一直都处于十分贫困的状态 以至于 无论自己怎样努力 都无法转变当下的困境 或者自己的工作 事业刚刚有所起色之时 过不了多久 马上又会遭遇一些变故 让自己一夜回到解放前 甚至于远不如从前 生活犹如陷入泥潭之中 越陷越深 自己越想挣脱出来 就越挣脱不开 从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备受煎熬 不知何时才能出头 这种情况也应该好好地反思 自己的福报与德性的问题 你会发现 有的人不管做什么 都可以赚到钱 而且还越赚越多 越赚越轻松 真的是因为他的能力出众 资源很丰富吗 答案是不一定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一定是一个有福报之人 因此钱是积福太少 今生过于贫困之人 一定要努力忏悔 从现在起 从各方面断额修缮 积极修福 他日才会有翻身的机会 第三 常遇恶友 还有的人身边 总是被各种不善之友纠缠 比如遭遇小人的算计 朋友或亲人的背叛等 自己得意之时 他们趋之若鹜 自己失意落魄的时候 他们却早已逃之夭夭 于是得意的时候 被他们拉下水 造下大量的恶业 失意的时候 独自承受苦难 孤立无缘 左右为难 这也需要反思 自己做人做事 福德大小的问题 真正有德性 有福报之人 身边往往有诸多善友 在他们的鼓励和引导下 自己能够更进一步 在正确观念指引下 利用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大量不失 行善积德 广皆善缘 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小人与恶人 也自然会主动远离 佛说 一切皆在因果之中 没有任何果的形成 不是早已种下的前因所致 当你人生得意 更多的 应该是感恩与回馈众生 当你人生失意 就更应该忏悔 往昔之恶业 真正断恶修善 做好自己 并依靠三宝加持 方能一步步改变 自己的颓废运势 进而转变自己的人生 明了因果就知道 我们来到这个社会 就是业缘牵引 我们累生累世的六亲眷属 不知多少 很多都是障碍修行的障缘 假如这个修行人 修成了正果 他的六亲眷属都会受益 六亲眷属不修行 也只会反反复复轮回六道 所以说看着 不善然则大善 前世修行过的人 出极特征 一 多灾多难 磨难重重 身体与精神 始终处于亚健康状态 一生会有大难不死的经历 二 心软慈悲 不忍杀生 不贪金钱 不吝啬 攒不住钱 三 聪明智慧悟悟性高 天生对福道宗教玄学感兴趣 时常会走暗宫 梦中常去一些山灵古寺圣地飞行 四 时常梦见神灵福道 梦眼压床 出体飞行梦 五 偶尔会莫名其妙地晕厥 但是检查莫毛病 六 对佛道灵异身心有感应 接触到这样的人士 相同 僧道 去灵异之地 妙宇仙山 灵地鬼宅会有感觉 高级特征 一 八字语向上会有特殊印记符号 二 有三星 七星的标志 斑点或至一类的 组成星图 三 阴阳分离 身体或身体某个部位 最明显的是看守 攥起拳头的时候 手心和手背之间的颜色 突然变化 白的和红的 有意明显界限 一 为人处事 绝对守法 守信 守时 临危不乱 不畏强权 果断力强 责任心重 尽力扮演好每个角色 必求心安理得 有礼貌 一视同仁 很公平 有分寸 理性但不迷信 有错一定认错 坚持活在当下 做事不僵化 不藏私 乐于将自己所会地教导别人 不冷漠 乐于牺牲奉献 宁伤自己也不害人 不摆派头 不会大小眼 常为他人着想 人缘好 不以貌取人 而是从对方的小动作 小细节去衡量人 二 个性 责善固执 独立 主见强 带点傲气 不服输 但尊重多数人的决定 完美主义者 如果能做得更好 一定再做一次 不贪心 看钱不重 可能不善于管理自己的钱财 但对于公家的钱财 分毫必轻 早熟懂事 凡事尽量不麻烦别人 却愿意帮助别人 不轻言放弃 某些观点也许悲观 却会积极面对人生 三 情感与人际 与家人情缘较薄 价值观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教义化小哀未大爱 年岁即便老了 心态却不一定老 心境像孩子一样单纯 笑声爽朗热情 是个天真可爱的人 知道如何排解自己的情绪 会放空 也会充电 不害怕死亡 也不怕再转世为人 如果可以 还是选择为人群服务 在人群中尝试注目的焦点 内心却总觉得不属于人群 对自我期许高 做心目中的自己 不做别人眼中的我 四 其他 常常想背起行囊 随意去流浪 到遥远不知名的地方 对一切充满好奇与学习心 尽可能把握时间充实自己 学习能力强 组织 分析 归纳能力好 非常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 随时做好死亡准备 第六感的直觉 判断力很强 艺术的眼光不错 有美感 懂得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些人对视野状况